欢迎收听安安的嘻塔时间 我们欢迎超级巨星章鱼老师 掌声鼓励 章老师好 周围师好 周围师好 章老师好 好 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在干什么 因为我是不知道开课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大概就是在忙着 就自己做PowerPoint 然后自己赶快就是 因为背上课是一回事情 帮人家上课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 觉得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的功课 然后要做很多的清理 因为其实心里面是还蛮紧张的 那你有跟老婆互挖吗 互相练习挖掘 有啊 几乎每天都在互挖了 就每天 不行不行 我今天又焦虑了 你赶快帮我挖一下 所以开演唱会不焦虑 但是开课会焦虑这样是吧 焦虑的东西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开西塔这样课程的事情 它其实 因为当老师我总觉得要负很多的责任 所以会给自己还蛮多的压力 所以会想办法 就是说我尽量要想到说 别人会有什么问题 我要怎么回答 怎么样 是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人家 所以其实要想的事情还蛮多的 那因为演唱会 演唱会就是唱歌而已 不完全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的 要怎么走位啊什么东西 所以演唱会反而压力不同 压力完全不同 压力不同 那你最近是不是也要出新歌了 我们也很期待 对啊 我在上完课之后 应该就会开始就有新歌的发表 然后那之后我要先把课程上完 然后就开始要开始去 忙着去拍MV啊 然后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哇很期待张老师的新歌 我们都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我本来没有 我本来没有要出新歌 哦 那后来为什么决定 我先上完课之后才去 才去出新歌了 因为觉得好像 自己又有了一些能量的感觉 然后做了一些清理的 然后就觉得 因为我本来其实已经听了一阵子 没有再出歌的这种打算 然后可能是后来上课之后 然后做了几次解读之后 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再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又开始 着手出新歌的这样子的计划 那这次是自己写的吗 还有太太填词吗 对啊 对啊 自己写自己填词 这样比较好赚 啊不是啊 哈哈哈哈 张老师很有趣哦 很有幽默感 嗯 OK 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 你是怎么找到希塔的 我是怎么找到希塔的 其实这个 其实最主要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听到安老师你的访问 而且是你被别人访问 你被我一个朋友访问 在介绍这个出街的那本书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哎希塔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挺好奇的 然后我就逛逛逛逛逛逛 逛到成品去的时候 就看到那本书 我就把它买回来 然后买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造本全科 就自己在家里面乱做 哈哈哈哈 但其实 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觉得哎 挺有感觉的 哇 我就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说 哦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有课程 我完全不知道是有课程 我想说哦 就是造的书本 就就就就 就会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你知道 看书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发现自己 会去逃避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就会看很多的部分 但是比如说挖掘这个部分 我就会逃避 就翻开 就走开 我就没有看挖掘这个部分 就是看我自己想看 然后不知道说可以有课可以上 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 我早餐的时候 然后在看FB的时候 然后就跳出 跳出我后来的老师 他们的那个 宣传的就是他们课程的事情 哇 这有课可以上 然后我就 我就心里面就暗示想说 好那我要来去上课 但是我不敢跟我老婆讲 哈哈 可是最后不是你们两个一起去上了吗 嗯 对但是因为我一直 我一直 我的生命历程一直在学习 这些很多的东西 然后上过很多的课程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 我很怕我老婆说你又来了又来了 然后我就 酝酿了很久 然后才告诉她说 我想要去上一个 西塔疗运的课程 然后说 西塔疗运的课程 西塔疗运的课程 然后我就把书给她看 然后跟她讲解 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一起去上 啊 两个一起去上 然后她也有点心动 但是 但是因为就还要 因为有偶像包袱你知道吗 就觉得 但是我们跑去跟人家一起上课 然后 会不会怪怪的这样子 然后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上 就是一对一的课程 或是一对二的课程 所以我就 我就写了那个 写 就是写了Messenger给那个老师 然后 给Julia老师 然后就问她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上一对二的课程 那她也 她们也很好 那就说就特别帮我安排 就是 就只有两个老师 然后上我跟 我老婆 你看 你看你多大牌 哈哈 开玩笑 Julia老师跟Sherry老师两位 一起帮你们夫妻上 嗯 对 一起帮我们上 然后就这样开始 就是 但是 但是两个人 两个队两个上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 有好处有坏处 这个好处就是 好处就是 好处就是说 那个 就是直接focus 就只有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但是坏处就是我们两个互挖 你知道吗 哈哈 哈哈 永远就是 那你有什么课题 你的课题我都知道 我有什么课题 我的课题你也都知道 然后两个就在 半天都不知道要挖什么 哈哈哈哈 OK 就很有趣 然后就 然后后来就是 后来没办法 就是Julia老师也 因为其实我知道 老师好像不太 不太适合被挖掘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所以后来 Julia老师也被我们挖 那 为了要 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学习到 Julia老师跟Julia老师 两个都被我们挖 就是蛮 蛮好玩的 那后来是一直到 一直到就是说 哦 我听到说上完了 上完了三阶 初阶的三个课程 然后他就说会有导师课程 然后 然后就觉得说 那我们要不要来上上导师课程 我为什么想要去上导师课程 那时候没有想说 自己觉得要去当老师 你知道吧 就觉得说 但是他们一直在说 哇 老师的能量很好 能量很好 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老师的能量 到底有多好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Julia跟谢谢Sherry老师的推广 没有 还有你也有 你也一直在讲 因为我 因为我还没有上课之前 我就 我就会去看 就是看YouTube上面 你的那些视频 然后你也开始在说 哦 那个老师 你能量很好 能量很好 怎么样叫做能量很好 那我们能量难道不好吗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就去上看看 导师课程好了 然后就去安排 但是 这时候同样的问题又产生了 就是 但是导师课程 就不可能 一对一对一这样子上 就要一次跟很多人一起上 哇 那个时候 在心里面 辗传了非常非常的久 到底是要上还是不要上 但是 但是又拗不过你们的那种强力的宣传 老师能量很好 Julia老师不是有帮你挖掘吗 所以你后来有来上 团体班的那个 呃 源头 照呃 源头于你啊 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 上源头于我 上源头于我 这个课程 就是上你的源头于我 就第一次 那时候还是我自己 我老婆还不愿意 就是他还不愿意抛头露面 就我自己就戴着口罩 对他就坐在最后面 就很神秘的出现这样 对对 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很怕大家用出我 哈哈哈哈 然后就帮 就在那边上你的课程 然后开始就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么难 然后后来就开始去报名的导师课程 然后一开始也是躲在后面 到最后面就是觉得 口罩都脱掉了 跟全部的人打成一片 对对对对 因为没有不打成一片也很难啊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练习 跟挖掘是需要 有没有被认出来 就是包的整个还是有被认出来 有没有很爽被认出来 呃被认出来 被认出来 被认出来不会 被认出来 我跟你讲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 我曾经做过这个 我曾经做过这个东西的挖掘 在导师课的时候 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挣扎 什么挣扎呢 就是我被认出来很困扰 我没有被认出来也很困扰 哈哈哈哈 没被认出来会生气对吧 对没被认出来会觉得 那我自己到底在干嘛 这些人居然没有人认出我 被认出来也很困扰 这种强烈的挣扎 在我的心里面辗转搅拌着 所以后来我曾经在课堂上面 也做过这样子的挖掘 那挖完现在的心态是什么 不被认出来不care了 没有被挖完之后 我更加长我的信念 我一定可以被认出来 哈哈哈哈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然后就在课堂上面 因为课堂上面其实不做 你有太多需要互相做的练习了 所以也不太可能就是 而且很好笑 我记得在课堂的时候 我不是坐在教室的最旁边吗 然后我跟我老婆俩坐到最旁边 然后我们就在课堂上面 就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就还在等 还没开始上课第一天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学 就坐在我们前面 然后他就回头看着我 那你知道我包得很紧 我用口罩帽子 帽梯都包得紧紧 然后他就回头看着我 然后就他就没有说话 你知道吗 他就继续上课 后来比较熟的时候 他才告诉我说 他第一眼看到我 他就知道我是谁 但他没有办法确定 于是他去上去去问宇宙源头说 他是不是张 宇宙源头跟他说是 然后我就这样被认出来 哈哈哈 太可爱了 张老师太可爱了 所以这个 可是你本来就蛮搞笑的 你有源头的幽默感 宇宙源头的幽默感 真的喔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 也可以因为 因为学习西塔这样的事情 可以帮助很多人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 很棒的工具 真的 那你上完西塔之后 你改变了什么 有更好笑吗 有更好笑 我本来就很好笑 好吧 所以你本来就高频率 才会来上西塔这样 没有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上 之所以会来上西塔 或是对于身心灵 这方面的事情有兴趣 其实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 那我觉得 可能 某些人可能是 关系的议题 有些人可能是金钱的议题 有些人可能是疾病的议题 当然我自己也有 但是在上了西塔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很多的议题 会被改善的非常的多 而且最重要是非常快速 然后呢 有一种就是 它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 它其实只要连接宇宙的源头 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信念做一些改善 那同时呢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很多其他的人 所以我对于西塔这样子的 西塔疗愈这件 这个 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 抱持着高度的肯定的态度 好感动 今天被巨星肯定了 那你觉得 其实 其实 其实这中间 安老师你们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真的 感谢感谢 要不要帮我访问你一下 好好好 你要访问什么 来 因为 因为我知道 其实安老师帮很多的 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我的朋友 做很多免费公益的个案 因为其实安老师 其实已经不做 几乎已经不做个案了 就我所知 对不对 但是你做了很多 你出来做的个案 大概都是公益的个案 然后呢 而且安老师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 你怎么 我害羞了 怎么办 用书遮着这样 西塔疗愈遮住 哈哈哈 谢谢你 这是我们最新出的 你还没看对不对 你反而看了英文版的 他刚刚跟我聊说 他看了英文版的 挖掘 对 我自己把它翻完 好 那这本就由你翻了 交给你了 真的吗 那可能维安娜会说 那算了 还是不要出 哈哈哈 我们要广告一下书这样子 对 这是西塔的进阶 进阶的这本书 你定了吗 听说还给你书送错了 我们助理告诉我们的 对 不好意思 因为他宣布 因为开课要 开课要送书 但他给我 我全部这本新的 他没有给我旧的 所以我又 在 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 你的学生都太advanced 所以不需要初阶 直接升级 进阶就好 哈哈哈 OK 那你觉得西塔还启发了你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西塔来说 我觉得 美德 美德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以前都不知道说 但是 但是美德跟我们 传统的就是 的美德有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西塔他比较重视的美德 是属于就是 我们必须要先爱自己 要肯定自己 要支持自己 然后要处在一个 一个 慈悲跟宽容的一个心态中间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美德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 我觉得当我们有了这些美德之后 其实我们就看到周周围的很多的事物 其实都会变着 相对的 会有更多的包容性 然后而且 而且我从西塔来说 会遇到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其实他 当然西塔有很多 非常保贵的一个概念 但其实我觉得 其中最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做西塔聊天的过程当中 都是要出于就是 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 嗯 对这个很重要 对我来说就是 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 这件事情 当一个人开始感受到 我可以去觉察到 我必须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 那我来说是 非常非常被触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可能安老师你有小孩 我有小孩 嗯 那我们可能 可能可以尊重 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人的自由意志 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尊重 就是自己的身边的亲人的自由意志 尤其是 就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关系 那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呢 我从西塔上面学到 就是尊重自由意志这件事情 尤其是 当我把它运用在 跟小孩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 亲子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改变 我们不再要说去 就是说我 你因为我是你的小孩 因为你是我的小孩 我问你好 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 但是其实对他来说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开始 因为我开始学着西塔疗愈 学着去尊重他的自由意志 我发现 其实 其实关系是被改善 而且是往一个非常正向的方向去前进 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部分 你刚讲那一段话应该会启发很多人 因为我最近交很多内地的一些朋友 一些学员 他们的确跟亲子之间 就是就像你讲的自由意志 所以今天我会把这段话传给他们 因为他们亲子关系出了点冲突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互相尊重 嗯 对 这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请张老师来为我们做冥想 带我们去冥想 还有为大家做西塔的下载 好期待 这么快啊 哈哈 你要在聊什么吗 哈哈 你可以下载久一点 下载一小时没关系 真的 那要输要哪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们现在开始来帮大家做一些 我去带大家 带大家冥想 也谢谢安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 就是可以带大家 不要这样讲 我们今天请到超级巨星 我都要介绍说是超级巨星 对 好 那我就接受我现在 张老师 张老师 快点 很期待我也要 yes 赶快说yes 好 那我们现在先 请各位在听的朋友 不管是现在在线上听的 还是之后听的朋友 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慢慢的深呼吸 好我们现在开始想像 地球中心 有过非常温暖的能量 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能量 而且这个能量 而且这个能量是无条件的爱 而且这个能量慢慢的被我们 导引到我们的脚底 它现在进入我们的身体 通过我们的小腿 通过我们的大腿 然后进入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脉轮 并且在头顶 形成一颗美丽的光球 而且是很高级的光球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意识 放在这个光球里面 我们在里面 会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现在开始向上旅行 我们开始进入了宇宙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浩瀚无垠的星辰 银河系 星星 月亮 太阳 我们再继续往上旅行 我们会经过一道一道的光 接下来 我们会进入金黄色的光 我们便进入宇宙源头 我们不要在这边做停留 我们继续往上 我们现在进入了彩虹般的果冻物质世界 我们再继续往上 我们会进入五粉色的光 接下来我们便进入宇宙源头 无条件的爱的白光 这里是珍珠般灿烂的白光 我们可以在心里要求宇宙源头 让我们更深入 我们可以在这边深呼吸 把这些光的能量 都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的细胞都闪耀着 这个灿烂的白色的光 我们现在请宇宙源头 当时有在听的朋友 做一些信念的下载 愿意的朋友 请大声的说yes 一切万有的宇宙源头 我下指令 并请求 帮所有的朋友 做一下的下载 我指令 我值得被温暖的对待 我值得被善意的想要 我值得被同理性的理解 我值得被爱 我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我知道如何选择一段和谐的关系 我知道如何做 而且这样做是安全的 是被允许的 是被支持的 我知道如何醒化我的丰盛 我知道如何心想事成 我知道这样做 是被允许的 是被支持的 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一直是宇宙源头 创造的能量 而且我被这个能量 无条件的爱着 我知道如何时时刻刻 与宇宙源头保持连结 想要以上下载的同学的朋友 请大声的说yes 并且请宇宙源头 帮我们把这些信念的下载 都下载到每一个信念的核心 每一个信念层面 每一个面向 及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谢谢你 完成了 完成了 请让我验证 好 见证完毕后 我们可以到光中 让宇宙源头的光来帮我们清洗 之后就可以展开眼睛 能量超强的 我一直打嗝 然后我脚都有那个 就是能量爬上来 然后全身会开始发热 我在流汗 我们这边在下雪 你外面在下雪 对啊我们这边下大雪 可是就是我现在全身发热 然后会一直想打嗝 嗯 我这边全身也很热 因为我们这边真的 对啊 台北现在不冷了啊 对我觉得 其实不知道 是因为我这边还是怎样 我觉得非常热 没有有可能 你刚刚在发工 有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整个很热 然后脚底有能量爬上来 就是那种Tingley 麻麻的那种能量 就是源头的能量 真的张老师的能量超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宇宙源头 对 谢谢源头 好那大家记得要到张老师的学院 书院按赞 你这班课满的对不对 他说他叫我不要帮他广告 他说他真的做这个是真的喜欢 就是他的兴趣这样子 对 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非常感谢张老师 还特别拨控了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直播 张老师这么忙 那也先祝你了 两首歌曲大麦 我们全部的人都会送光跟爱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爱心 你要比一下爱心啊 送给我们观众 OK 大家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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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